下午五点 中国女排决战八七 蔡斌取胜需要做好三点 三名球员备受期待 本期呢 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中国女排方面的话题 希望大家呢 能为这条视频点点赞 再点点关注 让更多喜爱中国女排的人们看到这条视频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本星时间5月30日 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正式打响 作为目前国际排联举办的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 影响力最广的赛事 世界女排联赛受到众多球连的关注 而对于国人来说 最大的关注点无疑就是中国女排 在当下国家体育总局明确振兴三大球的关键时期 中国女排的表现无疑牵动着众多国人的心 因为要知道 在三大球中 只有中国女排获得过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所以中国女排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中国女排五连贯时期 所展现出的顽强拼搏 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国人奋勇向前 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大比分0比2落后的局面下 连班三局逆转当时如日中天的俄罗斯女排 夺得冠军 如今回响依旧让人热血澎湃 再到2016年黎域奥运会 中国女排在小友赛仅仅取得两胜三负的成绩 然而进入淘汰赛 中国女排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尤其是四分之一决赛 3比2逆转东道主巴西 决赛3比1逆转塞尔维亚 两场比赛荡气回肠 让球迷看得热泪瘾祸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女排就是不屈奋斗的代名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女排受到众多国人关注的最大原因了 而中国女排在哲戟东京奥会之后 郎平以及众多主力队员的离开 让中国女排再次步入低谷 而蔡斌二进攻中国女排 率领球队在去年世界女排联赛和世锦赛中 均取得第6名的成绩 虽然这样的成绩完成了经营目标 但是与世界强队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如今蔡斌率领的中国女排再次出征世界英雄大赛 这是中国女排在2023年全新赛季的首战赛事 所以将万众瞩目 中国女排即将在5月31日下午5时亮相日本 迎来2023年世锦赛首个对手巴西队 而巴西队是东京奥运会和去年世锦赛的亚军 整体实力要在中国女排之上 不过中国女排自从去年10月份结束了世锦赛之后 已经有7个月没有亮相世界竞大赛了 所以这场比赛备受球迷期待 其实中国女排对阵巴西队正常比赛 蔡斌要做好三点还是有机会获胜的 第一就是要做好一传 在去年世锦赛和世锦赛期间 中国女排暴露出的最大短板就是一传太差了 所以无法立足于国家队之中 就是一传失误太多 致使只要今夜一上场就会成为对手的追发对象 而王云露在经历了去年世锦赛和世锦赛之后 可以说有了一定提高 如今又苦练了几个月 世锦赛正式接受检验的时候 期待王云露能给球迷带来惊喜 第二就是复工的稳定性 在延迷退役之后 中国女排在复工位置上的实力 可以说有了明显下降 不能说袁新月 王云露等球员不够努力 只能说还没有达到延迷的那种高度 攻防均衡是延迷的最大武器 即将开始的试联赛 作为队长的主力复工 袁新月能否有稳定的表现 也是球迷关注的重点 第三就是二传位置 一支球队想要赢球的最大根本 就是要有一名优秀的二传手 从蔡斌召集的名单来看 本次试联赛带了两名二传 刁灵宇和徐晓婷 如此一来 刁灵宇肯定会成为中国女排 在本次试联赛的主力二传 去年的试联赛中 刁灵宇的整理表现还算不错 但与李盈盈的配合明显不如丁霞好 如今丁霞站住了国家队之中 考验刁灵宇的时候到了 期待能有出色的表现 综上所述 中国女排只要做好以上三点 战胜巴西女排并不是没有可能 而王云露 袁锡月和刁宇三人 无疑是球迷备受期待的三名球员 虽然蔡斌摄影的这一期中国女排 并不是最强任容 但中国女排真的就要完全依赖 朱婷和张长宁吗 一支球队能够取得进步的最明显表现 就是能够将过去的缺点和短板 加以改正 从而展现出更强的自己 所以这场中八之战就是检验中国女排 在过去七个月训练成果的最好舞台 虽然蔡斌在执掌中国女排之后 受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 但作为球迷的我们 还是要相信中国女排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并且期待着中国女排能够早日重返世界之巅 未经访ufen